哈喽大家好,我是熬夜在番区内的小白 上期南云吊打魔物大军 嫩死了差点杀害小爱老师的同学 返回城镇后,南云和西娅捡到一只可爱的罗莉 为了罗莉怒法冲冠 甚至一天内端了整个城市的犯罪集团 这个男人在一世界开后宫 不仅左拥右抱,还白捡一漂亮闺女 南云捣毁人口贩卖组织 带着女儿和老婆穿越峡谷 一路返回曾经的卢森大迷宫外 有伊鲁瓦的推荐 加上还是最高级别的精英型冒险症 南云受到了当地冒险公会会照的会见 他们前脚刚进门 后者就遇上了前来请求救援的老同学远藤 远藤存在感薄弱 会长差点都没认出他来 但是南云先发现了 他被远藤认出了 老同学见面 远藤既新型他还活着 又则是于南云的变化 还挺心机 虽然染了十下罪恶心的白毛 突然远藤意识到什么 南云还活着 等于他从深渊迷宫走回出来 这么一来 南云的实力一定非常强大 于是他立刻划跪请求南云出手救援队友 勇者团在打破原住民通关记录后 一路有情无险的来到了迷宫高层 可这层不但没有魔物出现 反而遍地都是魔物战斗过后留下的血迹 远藤看着瘟人的魔物血液 心中有股不好的预感 能够在这一层杀死魔物 实力绝对只强不弱 当众人精神紧绷之时 英雄深处走出一名带着up主的红发女魔人组 A出现就又劝勇者小队投敌 红发女像吗他不识实物 这里明明有了内鬼却不知情 勇者认为这是挑拨离间 想都没想就反驳了女人的话 红发女见招案不成 立刻放弃化疗 召唤出大量的魔物将勇者们围住 对立的小纳和防御师林 瞬间被魔术击中 将是无奈甩出了拳突治疗 勇者立刻带队攻击魔人 啊 堪身平易的跑动 啊 PPT款的战斗 这种宛如刮杀作画技能 并没有伤到在另一个图层的魔人族 相反魔物一张口 就将灵构建的防御盾打破了 想到2D打不赢3D 挂了两刀草草退下 他嘱咐一旁存在感薄弱 拥有隐身技能的远藤撤离 马上返回底层找骑士长办救援 远生说着说的情绪低落 见面不慌不忙还吃着零食 他气得一锤桌子 妙臂吓哭 那又立刻抱住闺女斥责远藤 凶什么凶 吓到我女儿了 远藤差点吓绝过去 女儿哭了不起啊 远藤继续说 他虽然逃走了 但红发女却让双头魔物追了过来 同时红发女使用了尚未魔法 令物倾斜而下 离勉强构加大盾护住了众人 随着红发女肩上的鸽子眼睛一亮 魔物穿盾直接击中灵的腹部 他下半身化作石块倒地不起 想他先不妙 准备让众人撤退 但俑者却不愿离开 说什么也要给队友报仇 远的又猜又爱送到勇者 想他抬手就是个大嘴巴子 让他强制冷静了下来 远藤求追到团长那边 但双头魔物已追了上来 团长救下远藤 命令他传送离开现场后 去冒险者工会般救兵 有团长在后方拖住魔物 远藤这才逃出迷宫找到了男鱼 反观勇者团神员 为了活下去 已经在劝导众人一起投敌了 正好被拖着伤前来救援的团长听见了 他没有生气也没有道德绑架一行人 红发女却在此时 一个被刺给予了团长致命伤 团长不要停下来啊团长 见团长倒下 勇者怒火冲烧 开了极限突破立刻进攻红发女 大剑劈开魔物 勇者剑指红发女人 一看圣券在握 勇者却没人去下手 红发女嘲笑他立不清 战场上可不讲究情面 他直接召唤魔物偷袭了勇者 顾会长在得知这件事 向委托男鱼帮忙救援 远藤对老同学抱有其大的希望 男鱼却一口拒绝 他才不想多管闲事 远藤担忧同学的安危 居然下跪肯求他帮忙 这孩子能处 有时他是真鬼 男鱼心中还记得香芝的承诺 小艾老师和优花也都对他不差 于是当妙主中答应远存的时候 男鱼便顺水推舟接下了委托 此时地下迷宫中 香芝靠谨慎的魔力 掉住了团长的生命 小娜在战斗中被重创 香芝立刻跑到规避身边 也看着魔物要对两人落手摧花 这时铁柱破空而来 穿透地面 将两个怪物盯在原地 众人大海 带烟雾退去 香芝看着来人惊讶的睁大了眼睛 何止香芝惊讶 远藤一路杀进来 见男鱼秒了背膝巨手 还抬出炮台直接对迷宫打了个洞 硬核超近道 最后他都破烂不惊了 男鱼落地 香芝一下就认出了他 震惊着小娜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这时男鱼接住落下的月 接着西娅和黑龙香气落下 远天一个刀再冲下来 众人这才意识到 这是他搬来的旧兵 男鱼见魔物数量不少 立刻给西娅和玉安排了任务 魔方局假意搭话 实则悄悄用固有魔法靠近男鱼 可这招对男鱼来说 根本不管作用 他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下 单手抓住怪物的脑袋 将其扔了出去 男鱼拔枪扫地图 硬核物理战身 魔物根本进不了他的身 这位子弹打穿了大脑 魔鬼张嘴的吐息冲击 男鱼都能利用折射反击红发女 不放着倒地 立刻呼叫鸽子治疗 却发现阿姆因为太割 被男鱼一枪毙了 魔鬼的龟壳都被打出了裂缝 他一抬头还要吐息 男鱼瞄准机会 朝着嘴里扔进炸弹 众人大惊 这家伙什么赖头 得知是之前板上最弱的男鱼口 人群顿时陷入了沉默 这位灰山拽住远头的衣领 否则男鱼还活着的事实 越看出了灰山的心虚 在她鲜锐的眼神下 灰山立刻安静如鸡 一看魔物七将打到这边 拎半边身子硬了 还打算开技能 越拦住了她 轻描淡写地扔出黑洞 将两头怪物碾碎 西亚也甩开锤子潮 偷袭自己的魔物砸去 魔鬼意识到这群人中 她谁都打不应后 她立刻调整目标 袭击了香芝和小娜 男鱼将武器扔给小娜 她接刀撞开香芝 斩下舌头 一气合成 红发女趁机将 稍微魔法扔在男鱼身上 众人大惊 纷纷提醒男鱼小心 这是妙的医生爸爸 听了一旁的香芝 当场捏碎了蛇手 红发女拔腿就跑 然而稍微魔法 对男鱼来说 根本不管所有 男鱼挡住红发女的趣物 她质问红发女 如何掌握魔物 见对方咬牙不说 男鱼两枪命中女人大腿 她这才说了嘴 自己来攻略大迷宫的 男鱼便猜测 魔族也有人通过了大迷宫 并且掌握了 控制魔物的神代魔法 该知道的男鱼都知道了 于是当红发女放下 会有人替她报仇的狠话时 男鱼眼睛都不眨一下 开想了结了她的生命 永远只觉得她太过残忍 会剩下的亮相倒地 男鱼只是查看了团长的情况 她身手摸了摸月的脑袋 两人气氛一派融下 西亚及时打断两人喂狗粮 香肢和男鱼 阔别已久再重逢 她抱着男鱼就是一顿哭 看到隔壁月和西亚 醋一大发 只有黑龙浑身激灵 深爱放置Play的玩法 有了没有头绪好奇的眼神 有了男鱼在前方开路 出去的道路变得异常顺利 只有勇者还跟在后面一路巴巴 指责男鱼杀人犯法 这说法都把男鱼整乐了 在一时期和打仗的种族说法律 典型的厕所里打灯笼 男鱼回来只是为了还香肢的人情 以后都分道扬镳了 谁搭理你啊 香肢一听她要离开 心中郁闷 因为此时回头的正宫微笑更是挑衅 想到有些感慨男鱼变得不少 就发现香肢的神情很不对劲 一行人推开迷宫大门 这时迷宫外站着不少士兵 原来是光头工会长组织的人 他见男鱼这么快就将勇者团无声带出 心中更是对男鱼的实力佩服不已 而香肢看着其乐融融的男鱼一行人 他终于下定决心 交助男鱼决定跟着他一同离开 于宙美本来想拒绝 香肢却说自己对男鱼的感情绝对不比他少 于是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对男鱼表白了 啊 心的白给 但是男鱼一口否决 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没想到月反而还接受了香肢加入队伍 他根本就不担心自己的正宫会不会夺走 两女人之间的名正暗斗堪生恐怖 这是香肢一把拽住男鱼的衣领 证问他们要这个女儿是怎么回事 一段时间不见 孩子都被你搞出来了 想他赶紧上前阻止 男鱼间月都同意了 他没有拒绝香肢的入队 还提起香肢明天一早去出发 随后一行人转身离开 但就在当晚的旅馆内 小娜又见到了男鱼 他本打算将刀还给男鱼 但男鱼却说小娜曾经也照顾过他 宝得自然配美人了 别和香肢不由地露出了警惕的眼神 一方的勇者不想上前询问 但小娜却拽住了他 勇者有些挫败地问小娜 他会不会也离开 小娜看着手里的刀 并没有给他肯定的答案 第二天一早 众人送别香肢和男鱼 路上请个女人针对座位一帆争论 最终还是妙的一句放着play 惊呆众人 永远看不见了后攻西火才吸的下去 再看看男鱼 开局坠崖还断壁 凄惨不已 请为老婆女儿拥入怀 可谓人生赢家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观众老爷 请的点赞评论哦 我是小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